山湖郊有时候会被称为大海之城,淘宝也像是个城市,在这个极为庞大的网络中,各种创新都层出不穷,各种相邻合脑也越来越能得到扩展和延伸。 此文公事铁090后记者辞职当奶爸,淘宝教秀化收入翻十倍,四口都是网红,双胞胎女儿做淘宝主播年入860万,为网红打造直播间,80后小伙干装修,月入,百万倍趁网红背后的男人,云民大夜环直播成网红,淘宝一天卖货800单,各种职业角色相互转化,在今天一点都不奇怪, 比如在淘宝上,平台大了,生态也会参词多态,就像珊瑚礁,虽然仅占地球表面的一千分之一,却有约在海洋生物种类四分之一的物种生长期间, 生态无比繁荣和蓬勃,展现出了强大的生态力,淘宝这个人类社会中巨大的珊瑚礁,上面集聚了数百万商家,亿万用户,大家自如的生活期间,共享着繁荣生态带来的滋养,并且不断孕育出新的物种,展现新的生态的面貌, 上面列举的,从90后记者,到做直播的四口之家,改道网红直播间的装修者,于明大爷,他们颠覆了以往的工作身份, 拥有了一个共同职业特征,左手电商,右手内容,在内容成为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入口后,内容家的形态被不断创新, 而内容家电商,正是移动互联网时大兴起的新物种,它的肇事之端已不可追溯,但得到了一条,小红书等平台的拓展和验证,真正被发扬光大的,是在淘宝上,这种以种草和大货,为目标的专门定制化的内容,创造了很多新的职业形态,也改变了很多人的职业形态, 孙肖是从某传统女性垂直媒体转型,到淘宝的内容生产者和创业者,她见证过第一批网红的诞生, TOP20其中一些你应该也听过,唱口笑辣椒,你可老实,过去大多数高端品牌是拒绝用红人的, 因为品牌非常介意红人自媒体的调性与品牌本身不相符,又或者考虑红人本人长相高不高级, 有没有过度整容连等很多因素,孙肖说,现在放眼望去,所有品牌包含国际一线品牌, 广告主会更倾向考虑红人是否有合适的本色画像,是否和品牌匹配, 有更多的流量和转化率是广告主考核的最终标准,你可以看到, 整个市场,所有的推广宣传,都会离消费要更进一步, 淘宝毫无疑问是这种红人经济的新战场,淘宝希望在本站的购买路径再缩短一点, 可以在自己的平台上就实现种草跟拔草的工作, 我希望你打开淘宝的时候,你在我的网坚上多停留一些时间, 你可能想买洗发水,但最后你被种草了裙子, 你要买更多的东西,孙肖说,2016年底,孙肖与合伙人, 创办了红人经济机构时尚新的MDSDR, 其下先举和孵化了超过30位红人, 一方面集合行业资源为红,人个人品牌, IP打造及商业化提供一站式服务, 另一边也同步提供专业的红人内容生产, 在内容电商市场的带动之下,公司规模仍在扩大, 时尚新去年最后一个季度财富化的小网红, 前两天在一天内就接下了三单广告, 太辛苦了,忙不过来,要接广告同时还要兼顾内容, 我们那个小红人特别逗, 他就说之前为了做内容, 连着一周家都没出,出了吃饭就上厕所, 完了就是在桌子前面弄视频, 孙肖说,数据显示,早在2016年, 淘宝内容产品每天就已经有超过1.3亿的阅读量, 月收入到百万元人民币量级的内容创作者也开始出现, 另外,根据第一猜经商业数据中心, 发布的2016中国电商红人大数据报告, 23岁到28岁的职场新人类, 是网红店铺最重要的消费人群, 占到消费总人数的49%, 此外95后,00后约占消费群总人数的17%, 阿里内容生态体系已经形成了一条网红, 从成长到成熟直到最终商业化的完整远路, 也就是说, 电商用户消费者对于内容电商的接受度越来越大, 并且逐渐成为相对市场的购物形态, 正因为需求火爆, 所以孙肖决定在年内进一步扩大红人规模, 把红人数量增加到百人以上, 内容电商的蓬勃兴起, 也带火了网红拍摄基地, 2015年, 哈哈化名从北英南向杭州, 创办园派文化, 开设了一个街, 巨韩市, 欧美风等拍摄风格的摄影基地, 如今, 淘宝的服装拍摄从摄影棚转移到了市外, 消费者更看重那些图片精美, 但更接近日常生活的买家秀, 哈哈毕业以后, 在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干了十几年, 对数据信息非常敏感, 也能察觉到新的市场机会, 他算过一笔账, 一张卖给淘宝店家的照片, 平均价格在300元左右, 摄影基地大概奔得其中的25元, 虽然单下看起来不高, 但数量多了, 整体收入水平也就提高了, 穿梭在哈哈的摄影基地, 常常会有种恍惚感, 每个角落都是当下最流行的背景风格, 浪漫的咖啡厅, 门椅的街头, 只有在尝试着去推开咖啡厅的大门时, 才会发现, 这里的一切都只是不紧, 当一个东西成为流行的时候, 他就离过时不远了, 哈哈开始招募最优秀的美院毕业生, 定期更新基地不紧, 以满足用户追赶潮流的需要, 图片刚实之下, 摄影基地的规模在逐步扩大, 一年半的时间内, 哈哈的摄影基地从2000多平米, 扩展到了8000多平米, 公司,24小时营业, 保证客户来了就能拍, 哈哈的生意会做到并不是没有道理, 好照片会极大的影响到商品的销量, 像文州女生安安, 就特别懂这一点, 她在淘宝开了一家原创设计淘宝店, 专来特色耳环, 她用来让用户种草的产品就是好看的照片, 她取出的例子是, 一款耳环在发布耳膜照之后, 销量可以从400对以下自欺增到1800对, 孙肖哈哈, 安安安, 他们都不是淘宝电商的直接从业者, 但是, 在淘宝开始重视把内容当入口后, 他们敏锐地把握到了机会, 并且根据自己所长, 自如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 像他们这样, 因为服务于内容电商, 那而重新, 找到自己职业定位的案例, 据不胜许, 除了城市人群, 农村人群也在把做内容, 当成自己的职业, 打开直播, 你可以看到来自湖北仙桃的农村大妈, 微笑中夹杂着紧张, 在直播镜头, 前面介绍自家的蜂蜜, 来自湘西的农夫, 在田头架起一个手机, 一边摘一边介绍, 叫卖自己种的现代红辣椒,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年轻妈妈, 带着大耳环, 穿着红裙子, 把新疆和田打造切口, 给大家看色泽, 以前这些被电商排除在外的广大农村和农民, 因为内容电商的兴起, 他们反而因人生态和亲近自然, 获得了好机会, 据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, 2017, 2017年, 在全国发现2118个淘宝村和242个淘宝镇, 淘宝村活跃网店, 超过49万个, 带动直接就业机会超过130万个, 这130万个就业机会, 对于农村人群来说, 也是全新的行业风口, 珊瑚礁有时候会被称为大海之城, 淘宝也像是个城市, 在这个极为庞大的网络中, 各种创新都层出不穷, 各种项, 零可能, 也越来越能得到扩展和延伸, 而且, 这种围绕淘宝的生态演变还将持续下去, 还会有更多的人, 因此而改变人生的职业方向, 写灵关注资讯社交平台, 外媒体领域, 添加石板请著名姓名, 机构, 植物刺猬公社是聚焦内容产业的垂直资讯平台, 关注领域包括纸媒和数字书版, 互联网资讯和社交平台, 视频音频平台, 影视文娱, 内容创业和自媒体, 次元, 以及VR和人工智能等, 未来内容发展方向, 活动推荐刺猬公社, 2018暑期, 游学早班车发车啦, 5家互联网公司邀你来聊, 晚, 昨天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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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帮助水战言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